哦 我的聲音非常清楚 謝謝秋天 你們都休息到什麼時候啊 一點還是一點半啊 偉松說早上就有地震 花臉一直在震 那你會怕嗎偉松 如果你是休息到 我想做一個調查 如果你是休息到一點的 幫我按1 如果你是休息到一點半的 幫我按2 好嗎 嗨怡君 我想大概知道一下 你們的 休息時間啊 比如說你是一點就結束的 休息到一點就按1 然後你是休息到一點半的就 幫我打個2 再加紅 尾松是一點半 昆森是一點 秋田也是到一點 那現在 現在12點半 嗨財旺 午安哦 現在你也是休息時間嗎 那你是休息到一點半的 休息到一點幫我按 打個1 如果你是休息到一點半 幫我打個2 因為我想要大概 了解一下大家的生活作息 正到也是1 嗨 灰如午安哦 咦 咦還有多久近 哈囉 還有2分鐘 哈囉 外國的朋友 2分鐘 加紅是2點上工啊 我本來想說 我本來想說應該是沒有 2點上工的人 嗨 潘 你那個字怎麼唸啊 不好意思 小女死 小女死我才書學淺 卓鴻姓 嗨 卓鴻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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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正德 偉正 午安哦 請容 我想做一個調查 我想做一個調查 如果你是1點就要上工的人呢 請幫我按1 那如果你是1點半要開始工作的人 請幫我打2 那如果你是2點請幫我打3 讓我了解一下 謝謝明龍回覆哦 哦 那那個字念龍啊 潘龍文 哦 謝謝你 學到了 學到了 嗯 謝謝 學到了 那個字很特別耶 一分鐘進現場 好 嗨 Nikki 江洪斯人世紀老闆說的 嗨 嗨 蕭瑤 Nikki 如果你是1點 就是1點上工幫我打1 如果你是1點半幫我打2 如果你是2點上班幫我打3 就是中午休息時間到什麼時候啊 要進現場 嗯 我先忙哦 我先忙哦 FA 2點5 我們是幸福大小事 我是陳立琴 我是鄧廣福 其實啊 單身沒有想像中那麼恐怖啦 是 那其實很多人呢 會反覆的思量啊 自己現在單身這件事情 是 欸好像在強調自己啊 我單身 我單身 單身就是單身啊 那滿意於自己的狀態 其實你知道單身最怕什麼 是 最怕過情人節 哦 對不對 大家都在放閃 是啊 尤其現在放閃的這個管道很多 馬上打開臉書哦 哇這個你也這個過情人節 他也過情人節 是 你送巧克力啊 為什麼我只有一個人 尤其是情人節的商店 你知道嗎 餐廳 每次情人套餐 哦 對對對 那我一個人去吃飯 我就會覺得啊 行單飲之 覺得自己好可憐 但是我跟大家講哦 單身的好處是什麼 情人套餐通常不便宜 我看一下 省下來 兩個人吃起來一餐要兩千多塊 嗯 基本上的消費是這樣啊 你單身一個人 這是我如果說吃一千塊的東西 哇那個可以吃到很高檔的東西 嗯 這蠻不錯的哦 那其實很多人會一直想說 啊我單身我單身 其實不用不用想 如果與其你單身 那不要這個遇到說你不適合的對象 隨便急救張的話 那反而不好 是啊 單身就單身慢慢看嘛 其實我回想自己之前單身的時候 我覺得也還蠻愜意的耶 欸是 對啊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對 我想蠻在家裡看電視就看電視 那想跟什麼朋友出去都OK啊 欸沒錯沒錯 欸你現在好像講的很期待 恢復單身的狀態 不是不是 好對 其實就是這個你現狀是怎麼樣 我們盡量把現狀的生活過得快樂很重要 那另外呢 這個單身的好處還有一個 就是不用等待 嗯 有些事情呢總是要等到另一半這個出現才可以做 對 譬如說假設你現在是這個單身狀態 你想出國旅遊 假設沒有疫情啦 那你是不是機票買了 然後這個行程訂好就出國了 嗯 那如果說有另一半的話 你是不是要配合這個行程 需要啊 工作 有時候還必須配合整個家族 譬如說另一半的家族啊 孩子的上課時間 是啊 對不對 那自己可以出國去旅行 去探險去旅遊 其實也不錯啦 你也可以找一樣單身的朋友 姐妹濤 或是你的好哥們 大家一起去探險 欸 可以去露營啊 欸那也不錯啊 對啊 也不一定是自己一個人去嘛 對不對 是啊 而且單身也有個好處 你可以買得起自己負負擔得起的任何物品嘛 欸是 也不用對誰交代啊 沒錯沒錯 那另外呢 如果說你買的房子 你的裝潢的話 嗯 你就是自己可以掌控的 喔對 不用再跟人家 是 欸這個你覺得這個 什麼牆壁什麼顏色好呢 欸是 可能這就沒有辦法自己決定囉 對兩個人就開始就 調色盤齁 就調半天 調不出來啊 是 好那我們這個休息一下 稍後再回答我們的節目 我們是幸福大小事 我們是幸福大小事 下一段是世界革命 嗨 慧如 哈囉 外國的朋友 是啊 佳鴻 你好 好 好啦 你們趕快去吃飯囉 謝謝你們陪伴 那個 嗯 我想一下 禮拜 禮拜日 這個六日 這個六日 我還沒決定好禮拜六還是禮拜日 這個六日有可能會 嗯 在家裡直播 然後 就因為上次那個 那個什麼YT裡面的影片 就是蚵仔米薩 那個 要抽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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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可能 我還沒有決定 還沒確定 可能是禮拜六 或是禮拜日 這選一天 那我們來抽獎 到時候 嗯 還沒有去那個 YT 寫下留言的朋友 趕快去喔 可以的話 幫我 在那個 YT 按下追蹤 還有開啟小鈴鐺 然後順便說句好話 啊 說好話 會為你帶來幸運喔 而且可以抽到獎品喔 可能禮拜六 或禮拜日的 嗯 下午 到時候 我在臉書 跟大家公布囉 記得 禮拜六或禮拜日的下午 我會直播喔 那現在趕快去YT 嗯 在那個 歌曲的下方 幫我留言 然後順便幫我的 那個 新開的頻道 按個讚 開啟小鈴鐺 那就先這樣囉 看明天怎麼樣 我們再聊 掰掰